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几十年前,美国和欧洲将晶片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亚洲。 现如今,美欧正在推动重要晶片生产的本地化。 眼下的美国正积极引进台积电,重振美国制造。 不惜提供66亿美元现金补贴,50亿美元低息贷款, 让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三座晶圆厂,甚至还会导入先进的2奈米工艺。 但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让台积电在美建厂步履维艰,工作文化的巨大反差产生了隔阂。 美国员工不理解台积电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过长的工作时间, 总部员工则觉得美国同事们拿得多,下班早。 有数十位美国新员工培训还没结束就离职, 因为已经离职员工甚至直言,台积电是这个地球上最糟糕的部署。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表示, 如果美国工厂的设备在半夜一点故障,工程师要等到隔天早上8点才会修理。 但如果在台积电本部,工程师半夜接到电话就会立刻赶回工厂。 此前在美国职场评分网站,Lessdoor上,台积电载的评分为3.2星, 而同样是美国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和德州仪器的评级均为4.1星。 台积电承诺将在美国建第三家先进晶片工厂。 然而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一期工厂进度仍严重之后, 量产时间已经推迟到了2025年。 台积电前研发处长,台湾大学重点, 科技研究学院教授杨光磊·康 compelling young 表示, 对于任何希望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国家来说, 人才都是最关键的因素。 半导体制造最难的地方在于它有一千五百多个制造步骤, 每个步骤都需要大量的精确测量, 以及人老智慧、经验和知识才能正确完成。 因此,熟练的工程师和纪律言明的工作文化 是亚洲在先进半导体生产领域的两大优势 西方文化价值观则将创造力 创新和独立思考放在首位 而这些都是打造新兴产业所需要的 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曾领先全球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美国已经改变了制造业的思维模式 对此杨光伟表示要想重新获得这种优势 需要大量的时间并重新拾起晶片制造的思维模式 他还认为美国要想在晶片制造领域重获优势 就必须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 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亚洲文化和具有专门技术的移民 然而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多年来美国的顶尖技术人才 对进入半导体制造业兴趣不大 部分原因是有其他高新技术工作可供选择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网站Lastore数据 半导体制成工程师的平均年薪 约为14.4万美元 而软体工程师的平均年薪 为14.5万美元 台积电此前表示 美国工厂进度迟缓的主要原因 是缺乏高技能工人和成本过高 杨光磊曾在美国 新加坡 台湾和中国的晶片制造商工作过 包括惠普 格罗芳德和台积电 他还曾担任中芯国际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并受聘担任英特尔的制造顾问 近年来 杨光磊将大量时间用于在台湾大学 培养新一代半导体人才 在拥有全球90%先进晶片制造能力的台湾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人们对工人短缺的担忧与日俱增 行业领导者台积电正在与顶尖大学合作 建立半导体专业研究生院 以解决人才问题 杨光磊在晶片行业数十年的观察 使他确信 亚洲的儒家文化非常适合现代晶片制造 制造晶片涉及复杂的流程 必须把所有事情都做对 这些事情不适合大量的争论 大多数时候需要高度精密和训练有素 而且能够严格遵守规矩和标准 作业流程的人才 才能做出好的晶片 杨光磊补充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仍然认为 台湾和韩国拥有发展半导体制造业的完美工作文化 公司需要有这样一群受过扎实工程培训的专业人士 他们愿意服从命令 愿意加班加点 把事情做好 儒家文化强调 尊重长辈和有经验的导师 以及维护传统 儒家文化还注重社会及和谐集体主义 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他说日本也有类似的工作文化 这有助于日本重建晶片产业 作为对比比台积电美国工厂完一年开工的日本雄本工厂 今年二月就已投产 另外 面对人工智慧市场需求 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等都投入先进封装 日本本土的新创晶圆 代工厂Rapidus也准备加入 市场竞争更激烈 Rapidus更新手作先进制程晶圆厂进度后 透露也打算涉足晶片封装 完工后Rapidus提供EUV技术的2奈米制程及封装服务 Rapidus目的是与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等完全不同技术 加速晶片生产 让产品提早进入市场 Rapidus美国子公司总经理兼总裁 Andre Richard日前表示 因身为日本公司自豪 有些人可能认为 日本公司以品质和注重细节文明 但不一定速度快或够灵活 但Rapidus负责人 Asuyoshi Koek是非常特别的高层 有日本要求品质的性格 但融入美国思维 他非常独特 非常专注创建灵活 反映迅速的公司 Rapidus与传统代工厂的差别 在于只提供先进制程 2027年推出2奈米制程 之后推1.4奈米制程 Rapidus希望有够多日本和美国 IC设计商下单2奈米制程 最近IDC还估计2奈米以下市场规模 约800亿美元 很快就会上升到1500亿美元 Rapidus不打算用 ASML High NATUV生产2奈米制程 坚持只用ASML一般标准 EUV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只有英特尔2024年 用High NATUV生产 Intel 14A制程 台积电和三星都很谨慎 Rapidus不是唯一对 High NATUV持保守态度的公司 Richard强调 Rapidus对EUV生产2奈米制程方案 非常满意 可能考虑1.4奈米制程 采不同解决方案 除了先进制程 高阶IC设计公司如AI和HPC晶片 都需先进封装 Rapidus也都备好了 打算在日本北海道晶圆厂 后端制造差异化 Rapidus的优势在从零开始 建造可能是业界第一家 完全整合前后端的晶圆厂 英特尔 三星和台积电 都有独立晶片制造和封装设施 即使中介层最复杂封装 也无法与现代处理器的复杂性媲美 中介层制造设备 和完整逻辑晶片制造设备 有很大不同 装到同间捷径是没有意义 因不能互补 将晶圆从一地运到另一地耗时 且有风险 所有东西整合到一个圆区 很有意义 大大简化供应链 Rapidus将重新发明 IC设计 前端和后端 共同完成计划的独特方法 就可降低成本 高品质 高粮率生产 加速产品上市时间 可以看出 日本Rapidus的二奈米厂 从零开始 就仿照台积电的每一步 不能说完全一致的思路 但是也可以说 基本没差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